12月的北京,空气中弥漫着奥密克戎的味道,拿个试纸,战战兢兢地看自己是不是两条杠的日子终于来了。 小区附近有两个核酸亭,一个撤了,另一个也撤了。 习惯了每天排队捅嗓子的老铁人们,一大早固族核酸亭就职,久久不肯离去。 北京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,早上打招呼,要从和了吗您呢,变成烧了吗您呢? 囤过菜,鱼过家,鱼过馆儿,现在终于进入发过烧的决战阶段。 欲阳先逸之后,朋友圈阴阳参半。 在北京,如果你一个阳性患者都不认识,请检讨一下你的社交能力。 病毒三部曲,阳过,阳康,王冲阳。 大街上行走的,更多还是李向阳。 万众期盼的解封如期而至,考验我们的时刻到来。 根据习俗,药是不能不囤的。 以前买菜等风控,现在买药等发烧。 专家说,戴口罩可以预防病毒,于是,口罩脱销了。 专家说,双黄莲可以抑制病毒,于是,双黄莲受庆了。 专家说,莲花轻温可以抵抗病毒,于是,莲花断货了。 专家说,多运动可以增加免疫力远离病毒,你们就跟聋了一样啊。 熬夜看世界杯,撒电视,那都不算运动,吼娃也不算。 听说这些病毒都特别有心,一般一家五口会得四个,留下一个买菜做饭的。 病毒扩散的速度也是见识了。 哥,听说现在北京下个楼就能发烧,真的假的? 别听他们瞎说,不用下楼。 看现在的势头是,人难免一烧,或早烧,或晚烧。 人生不也如此。 习惯了规划的我们,掐指一算。 如果12月17号以后羊,会很遗憾地错过圣诞。 如果12月25号以后羊,会很遗憾地错过新年。 如果1月15号以后羊,会很遗憾地错过春节。 所以,最佳感染期是12月12号到12月17号,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 可专家又说了,羊一次不代表不会羊第二次,待到重羊日还来救菊花。 网上有过调查,羊了请假还是申请居家。 结果,65%的人选择,去公司一锅端。 老板知道了,于是在单位搞了个小羊间,以后羊了的同事来上班,都去小羊间。 同事们戏称,外面是大阴间。 有人就问了,羊间和阴间怎么通信呢? 烧纸吗? 今天,北京最低气温零下6度,朋友圈,人均38.8度。 这两天,剧情发展太快,跟杨过的人聊,总有一种眼看着人家考完试,放假解脱了,你的卷子还没有发。 最紧张的是,人家还会声会色给你讲考试的种种痛苦体验。 回头想想,2003,非典,易感人群是青壮年。 2020,新冠,易感人群是中老年。 多大仇啊,同一批人升级追,追杀了17年。 被保护了三年,接下来,轮到我们接受考验。 对于放开,好多人抱怨。 国家就像是男朋友,他们抱怨的顺序一次是, 你凭什么管我? 你凭什么不管我? 我说让你不管我,你就真的不管我了? 我是说过,让你别干涉我的自由, 但没说你可以不负责我的安全呀。 你不爱我了? 其实,每一个决策都很两难。 每一个在和病毒斗争的人都是勇者。 保重,各自安好, 这大概是最后一个病毒的冬天。 买点黄桃罐头吧, 一切都会好起来。 在后来,你们 tips出你来看。 不管大家审觀看。 你不爱我? 在后来,我们筍 calf抄争。 最后一切都会 pa玩。 看我来。 你不看我。 在后来,在后来, 你不看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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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